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妆也完全不违和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 就接着往下看吧 我昨天眼下又复发过敏 刚去医院看了 现在还是有一点脱皮的情况 所以今天这里的眼下 可能会稍微有点卡粉 不是粉底液的问题 也不是遮瑕的原因 纯属是我的个人原因 我最近很爱用蓝蔻的这瓶粉底液 它出来的妆效呢 是有点半哑光的质感 遮瑕度啊持久度什么的 都是很不错的 最近皮肤状态有一点差 长了几颗痘痘 然后脸上 觉得什么也一直过敏 它是那种偏雅光偏雾面的妆感 比起那些轻薄滋润的粉底液 我还是更喜欢这样的妆感 就显得比较干净 就想呢 这次换Make Up Forever的这支 色号是Y31 用手给它压匀压实 看了这个手势 面部的地方 再用海绵蛋压一压 让整个底妆就会显得比较干净一点 定妆我用到的是娇懒的这个粉球 柑橘 弹两下 面部中央开始 往外打 打底做好之后呢就进入到彩妆的部分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妆容 这个眼妆真的特别漂亮 很通透的感觉 然后呢 它的眉毛也是属于一种野生眉的状态 我之前说过日系的妆容的眉毛 大部分都是这样 一个野生眉的状态 然后呢腮红 打在眼下的这个位置 看得到吗 用这个三角眉笔尖的这一头 我们还是沿着自己的眉形 这样向外慢慢勾勒 不需要太突出眉方 定量化一个显得温柔一点的眉毛 眉头的位置这样 用眉笔的这个横面 轻轻地向上戴两下就可以了 我还是习惯用软眉膏 中和一下眉毛的颜色 有种毛茸茸的野生眉的感觉 这个眼妆是一个粉棕调的配色 眼头呢跟上眼皮的地方 都有很好看的闪片 上眼皮大概是棕色系 下眼尾这一段呢是粉丝系 今天用到的这盘眼影盘也超好看 是Huda Beauty的平价替代 可是它的粉质一点都不差 你们上手试一试 我的精神是很好看的 非常软弱的质地 而且刚好它的配色是 有粉也有棕 所以今天眼妆就用这一盘 首先呢先用这个颜色 来铺满整个上眼皮 范围呢可以再稍微 往外扩大一些 外边圆的地方呢 用一把干净的刷子 把圈式的扫开 让整个过度显得更自然一些 在眼尾的地方呢 就用这个浅粉色 然后再沾取这个白色 打在上眼皮的眼头处 这样一会儿 是要亮片色的眼影呢 就会更显色一点 上眼皮我们是 黄棕色调的眼影 所以我们用这个颜色的亮片 然后呢等到握彩的地方呢 就用这个粉调的亮片 先用这个黄调的亮片色 上上眼皮 这个亮片是不是很通透 很好看的颜色 这盘眼影盘我觉得真的超级划算 我眼皮上眉骨下这个地方 多带一点 可以代替高光 下一尾的位置呢 用粉色亮片 也是很通透的 粉色细闪 GISMADE这支棕色的睫毛膏 棕色虽然没有黑色看起来那么强一点 但是跟这种冷色调浅色调的眼影都很搭 WLM棕色的眼线笔 描一下内眼线 然后内眼线之后呢 我手前回来 在红的部分可以看到有一点金闪 然后落贵色的感觉 在红呢我用刚刚画眼影的这两个颜色混合 再手心这样揉揉匀 一点点就够了 打在眼下 到苹果肌的这个位置 这个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嘛 笔影跟修容呢 就跟着自己的需要 轻轻地带过一点就OK了 比较重点的地方来了 如何画出妆容的通透感 还是用到酥稀酥的这一盘 这两个颜色 也夹在眼下腮红的地方 一点点就够了 将取这个颜色点在眼头的位置 很压实的 一两鼻头都往下带 是不是感觉整个妆一下就会看到 很通透 唇膏的部分呢我自己也挺纠结的 它的那个妆容图上是偏一个裸色的豆沙色 我这里找到几只 一个是colourpop的 一个是一地之屋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sicely的 这几只唇油都很好看 f-u-d-g-e-p-e 这样怎么读啊 薄图 先给全部上个色 这些颜色是奶茶色的感觉 You change me everything I cannot recognize myself waiting me I do I'll be okay so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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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